大家好,我是白玲嵐 很快的原神4.7已經上線了 這既有氣質又有原質的克洛琳德 他不僅是個決鬥代理人 甩起槍來簡直是帥到一個爆炸 對於這麼香的角色 在螢幕前的你能有不錯的理由嗎? 就算是沒有屯原石的小夥伴 賭上這個月的飯錢 也要把克洛琳德帶回家啊 等等等 你這莫非是要觀眾四周又三天不吃不喝?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立刻開始吧 首先來科普一下有關於克洛琳德的基本知識 他是一位在4.7版本時裝的五星雷屬性單手劍角色 是在水國風單最強的決鬥代理人 接著讓我們來聊聊克洛琳德的基本玩法 他是一位主要輸出為元素戰技的角色 在元素戰技使用後一段時間內 角色會進入被強化狀態 也就是說此時的他 普攻與元素戰技的傷害會得到大大的提升 而在生命之氣的部分 當低生命之氣時 傷害更高 但是有一種情況是例外的 那就是強化戰技時 當低生命之氣傷害較低 反之 高生命之氣時傷害更高 並且角色會回復自身生命值 並清除生命之氣 操作手法方面簡單來說就是先施放元素戰技 接著打三下強化普攻來累積生命之氣 最後再打出強化戰技來移除生命之氣 進而增加傷害和生命值 直到強化狀態結束 而武器和聖禮物的部分 五星武器中有可以讓克洛琳德幾乎最大化輸出的裝武 射罪 而在四星武器中有黑劍 狼牙 海原中曲和札里隆鷹等等 而在聖禮物的部分 最近剛出的邪律意想斷章套裝 就是很好的選擇 當然成天只想耍廢的小夥伴 也是可以無盡其用拿出背包裝的角鬥室 四星之夢或是來信與想來當作替代物品 但是如果倒要跟其他角色或狀況去做搭配的話 例如配合弗妮娜就用主引獵人 配合打超激化就用如雷的聖怒等等等等 而克洛琳德在組隊的部分 因為他作為高頻率雷商輸出的角色 一般都是以打元素戰技來當作主要輸出 主流的配對有雷炒超激化 範例角色有八重繩子 白樹 騎樑樑等 草水雷超綻放 範例角色有 弗妮娜 白樹 飛蟹爾 草神 草主 行秋等雷火超載 範例角色有 夏沃雷 飛蟹爾 巴仲繩子 北斗 迪西亞 托馬或班尼特等 其餘也可以作為術切副師在各種術切隊伍中做使用 最後至於克洛琳德到底要不要做抽取 我個人是認為他在強度上絕對是在有一席之地 如果你是強度黨 那你現在已經可以關掉影片 開啟你的祈願之路 而如果你是拆P黨 看到那又冷又帥的他 一定也是沒有不抽的理由 以上就是這次關於克洛琳德的實用分享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看個讚 訂閱一下 如果想和同伴們一起討論來聊天 也歡迎加入我的LINE社群 那就這樣囉 掰掰